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内经》就是《灵书篇》里面 它专门列出单独一章讲天年 就是说人他的从生育的基础是什么样 然后每个年龄段他有什么样的身心变化 然后你又怎么去顺应他的身心健康 去顺势而为 怎么尽其天年 所以以前我们也讲过 就是不到60岁 那都叫腰 对 腰折的腰 这个我们经常说瘦 一般就是过了一个甲子了 这叫一瘦 天年是两个甲子 刚才你说了个腰和折 其实腰和折不一样 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们说这个人腰折了 其实你要问他是腰了还是折了 什么叫腰呢 没过到60岁 叫腰 叫腰 什么叫折 什么叫折 没到100岁 什么叫折 没到16岁 没过打折衣服吧 哦 五折 你看 你没过60岁 就是天年是120岁吧 对啊 你没过五折 这叫腰 那么我们看一下 有人说 比如说有个比你年长的 比你尊贵人给你失礼 你说可不敢当 折杀我也 对 什么叫折杀我也 折了我的瘦 这叫腰折 折我的瘦 咱们推一下 120岁打9折 打9折 减12岁 108 那叫折 这叫我就不近期天年吧 对对对 我打了个9折 对 但你想能活108岁 这也算高瘦 对108这样的 108岁 我们用一个汉字表示 水虎 茶 你看这茶上面是一个草子头 对 代表20 对吧 对 一个八 一个八 一横一竖 一横一竖 比加又两瓶 88 加20 这样子 108岁 这样子 所以古人或者现代人 我前段看一个报道 说纪仙雷老先生和古墓先生 都90多将近100岁 两个人相约定 叫相妻以茶 这叫茶寿 这就是说您活了没近期天年吧 为什么没近期天年呢 咱们这个感情挫伤 罪已入房 什么风寒暑失造火 对 晚上加班剪片 晚上加班剪片子什么的 对吧 这就给我们打了个折 打了个9折 能活到108岁 这叫茶寿 你再打个八折呢 96岁 你看我们知道的 有很多高寿人都活到了96岁 对 你像我们知道的这个 我知道现在活到100多的 有个叫周有光先生 发明那个汉语评音的那个人 经历了光绪民国 还有新中国 到现在老头104是还在这 接受访谈呢 然后老头说一句话 上帝把我给忘了 我说没忘 您是活到在近期天年的 你看基辛连老先生 包括我们比较敬养的邓小平先生 这都活了96岁以上 这叫八折 您再打个七折 七折是多少 96减12 84 说一说 说84岁 老百姓说73 84 其实就是说到了84岁 您活到了天年的七折 很多人是在84岁 没过这个卡 84岁您再打个六折 72 就是我们说虚岁73那个折 就7384 那就是六折 你看我们说经常说这一折 这个里面含义很深 其实就是我们以天年为一个标准 你慢慢的一点一点折 您要是再养生不当的话 最后就是能过个六十或者六十不到 那就不是折了 那就是腰了 所以说天年含义很深 而且没打一折 你看是多少年 12年吗 12年叫什么 一轮 一轮是俗称 我们叫一记 对 你经常问你多大年纪了 年是年 记是记 记就是一轮 就12年 12年 真是掌学文 是吧 经常人问说你多大年纪 对 我就是您问我年还是记 对 你像我们大同 山西大同的习惯 就是孩子到12岁 就是说我属牛的吧 现在还是牛年 又到牛年 就活过一轮了 我们要圆锁 原来这孩子要带个长命锁 一看 渐渐康康 为什么是用锁呢 就是说把他锁住 不让他走 lock in lock in 以前的孩子 就是医疗保健不太发达 婴儿这种腰折 腰王的比率非常高 所以老百姓两个办法 一个是挂个锁 你要我多生一个 不是 给孩子起个贱名 阿猫阿狗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就是说你要起的太富贵的名 就好像自己扶不住 压不住 起个贱名好活 就这么个说法 开篇 《灵书经天年》 天年这篇文章 在《黄帝内经》里面讲什么呢 《天年》就是我们讲根上说 《黄帝内经》天年第一篇就是说 决定你健康长寿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一个是根 一个是本 对 根和本又不一样的答案 根本就是 根埋在地底下看不见的 本是上面那个树桩子 这就是说决定你的将来能否活到天年或者少打几折的最基础的原因 你看一个根本一个基础 所以《黄帝内经》第一句话就是借皇帝问他的老师齐博 就说 说什么呢 广告之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刚才和徐老师聊到根本和基础的不同 根是根本是本 基是基础是础 是吧 那刚才讲到这个人得以长寿或者能得以生存 它的根本在哪里呢 刚才讲到这个根是在地底下的 这个本是出来的 那基和杵有什么不一样呢 基是地基 也是埋在地下 你看那个鸡血的地下也是个土 上面压着墙 杵是一个石头做的 我们参观故宫或者庙里面 它有个什么 就是有木的柱子 木的柱子它不是直接接潮湿的地 它接一个圆的圆堆的水泥的 什么水泥 大青石 所以那个埋在地下的我们叫夯石的那个东西叫鸡 地上的这个石头堆叫杵 他们都决定了你这个建筑物能盖多高 以此来比喻你能活多长 是吧 基础没打好 就夭折的可能性很大 对 现在很多大楼的基础都变成地下停车场 他那个基础盖打得扎实或者打得深的话 楼就盖得高 人身这就是个比喻 就是个比喻 所以赶紧 皇帝问于齐伯 下一句他才问什么 对啊 何失而死何得而生 就死去什么就死了呢 得到死就活了 得到死就活了 所以短短一句话呢 他问到了什么 人是怎么 从哪里来了 对啊 我们经常说什么叫哲学 哲学要回答一些问题 对啊 我从哪里来 你从哪里 要到哪里去 但是哲学解释不了的问题呢 就上升到一点 我们叫道的城市 或者是像人说叫宗教的城市 宗教要解释人的生死 合夺而生 合适而死 对 所以你不得不感慨这个中国古代人 简直好像是上古 他还有另外更高级的文明传下来一样 那种感觉 就是说 他们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 那到底什么为基 什么为处呢 齐伯约 就是皇帝的老师 齐伯约呢 以母为基 以父为盾 失神者死 得神者生也 就这么精辟几句话 就说决定你能不能活到120岁的地下部分 最重要打的那个基 来源于母亲 这个盾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建的房子的栅栏 对 或者是立一个这个庙宇 或者房子的那个支柱 也就是说地上部分 对 他带个木子边 他这边是个盾牌的盾 意思就是说保卫自己 那么从他这句话来看 就是说决定你的身体的基 母亲的遗传 决定你将来的这种能力 外表表现出来的那种性格 行为举止来自于父亲 所以有句话说母亲的素质 决定了一个民族 还有老百姓最熟一句话叫母肥子壮 对不对 母亲的身体好了 我们说以前中国人传统挑挑媳妇或者选妻子 风乳肥臃 风乳肥臀 像林大雨那种甲母为什么不选 病一个病得歪歪 生理 生理不好 心理也不好 那将来你说 第一 能不能生孩子是个问题 第二 生出孩子 腰折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这个 第一 阴危机 我们说 女人属阴 男人属阳 那么埋在地下生成次的一个原因 来自于母亲的遗传 外在表现 来自于父亲 那后面讲了一句话叫 失神则死 得神者生也 怎么解释 失神则死 这是中医的最精辟的一句话 中医最根本的理论 大家说起来 有人说是阴阳理论 有人说是五行理论 其实阴阳五行在说一种关系 中医我个人认为 最根本的理论是精气神学术 什么是神 就是说什么是神 我们经常说物质决定意识 对啊 黄金内经也说过 就是怎么去制造一个新生命呢 富金母血 两金相搏 或者叫两金相团 就是他们俩一融合 那个神就诞生了 对 这叫物质产生了神 但是我们翻过来讲 金子 它是个物质 谁制造出来的 不是 不是一个身体的某一个角落吗 是你身体制造出来的 是吧 对啊 谁让它造出来 谁让它按照你那个模子 把它造出来 这是一个大问题 谁又让你的小蝌蚪能够造出来 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泰美 继续回来到国家堂 仍然是有请后浦中医学堂堂主 徐文宾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皇帝内经 讲到神这个字 他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答案之前 其实是可以问问题的 透过问题来驱动 那我们都知道 有每个人都可以 男人都可以生产冰子 女生都可以生产卵子 但是谁又让他可以生产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这就是说我们经济神理论的根本 一个是叫炼金 化气 对 物质变成能量 对啊 汽油燃烧 放出光芒 放出热量 对 产生推动力 这大家都可以理解 然后呢 汽油能化成神 比如说我们的喜怒哀乐 情绪 我们的爱恨情仇 感情 以及于我们那个神油物外的那种想法 哎 这些都是我们物质肉身变成能量化生出来的 这是一条线 但是别忘了还有一条线 就是我们中医的令他理论是什么呢 这种神 就是那种形而上的 看不见摸不着的情绪情感 会产生一种能量 然后呢 这种能量聚久了 就会变成一种物质 它是一个圆圈 这个东西有意思 是吧 对 你比如说中医讲怒哲气上 嗯 一生气 怒法冲欢 气往上顶 就是说你的情绪 推动了一种能量 在往上走 嗯 是吧 如果你抑制这个怒气呢 它产生一种淤怒淤解 解在这 所以气的肝疼 哎 慢慢呢 它就变成了 开始是一口气 然后就形成了一种有形的物质 就好多人做体检 哎 我有肝内血管瘤 或者我有肝硬化 我有 长出肝癌了 对 那你想想 这个有形物质 它不是一天展成的吧 对 每天产生的 开始不就是个情绪吗 对 这情绪是什么呢 不就是我们形而上那种精神 情感方面的东西吗 对 说反向来说 精神也可以创造 对了 嗯 所以皇帝的老师齐博说 嗯 当人就像一个收音机 各种旅客 齐被通上电 调到某个频率以后 嗯 接收到了 原本在这个世界上就存在的某种信息 播 我真的播也 哎 或者说播啊 这时候就好像你调到那个波段 哎 一下收到旅游卫视了 啊 得神 当你的电视坏了 或者是稍微有点稳了 出现了血花 出现了频率 失神 啊 或者旅游卫视根本就不放电视 放信号了 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是吧 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啊 推出了一个概念 什么叫神 嗯 对啊 我们大家经常说 中国以前叫神舟 对 我们现在发射了一个飞船 还叫神 几号几号 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相信有神舟 对 什么叫神呢 嗯 就是我们推 往前推 这个世界从哪来的 我从哪来的 地球从哪来 嗯 小和尚看见 骑子 骑翻在动 谁让他动的 对 风让他动的 谁让风动的 地球转 谁让地球转 太阳发热 谁让太阳发热 往前推推推推 推到根上 那创造这一切的那个 什么什么 是什么 嗯 所以中国人创造一个汉字 神的这边呢 是 是 啊 就是指示 表示的是 这个是呢 是古代神庙 嗯 祭祀的一个符号 凡之带 世字边的 都是跟祭祀 崇拜 啊 对 有关 那么这边这个 身呢 就是说的 隐身万物 所有的一切 现在一切一切 都从他那来的 就叫神 所以他是很唯物的 一个表表 哎 或者 很科学的一个表 他不像 很客观的 对 他很客观的 他也不说是什么 他只是说 有那么个东西 我给他起个名字 《黄连内经》 在其他一篇里面 还说过一个叫 失神者亡 得神者昌 嗯 啊 我们有句话叫 胜我者昌 逆我者亡 其实不是 神代表自然的一个规律 嗯 你顺应他 按着他的节拍 你会活得很好 而且会活得很长 我们现在不光再说 你活到120岁的问题 这是个指 生命的量 您活得好 活得舒心 活得愉快 还有个直的问题 活得很痛苦 一天到晚生不如死 活一百二十岁干嘛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 是吧 对 是 所以呢 就是何者为神 皇帝其实是一层层逼问的 对 对 他的老师齐伯就说呢 血气已合 容畏已通 这个容字呢 好像还念一个叫以 营味 对 有些人叫容 光荣的容 光荣的容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 离离圆上草 一睡一枯容 当你的身体被气血滋润 那个状态 叫容 当你就干瘪了 脱发了 皮肤一挠脱泻了 那叫不容 失容 对 所以其实还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你看挪威为什么那个三文鱼发达 就是那那个暖流 是吧 定气过来嘛 导致这个问题 所以呢 他就解释了 说血气已合 容畏已通 五脏已成 神气舍心 魂魄必拒 乃成为人 我说这句话 厉害呀 中国人 不到二十个字 把人怎么来的 讲完了 讲完了 所以很多人说 我看黄历内经会感到 作为一个中国人 感到一种自豪感 是 真是这样 跟我们讲讲 什么叫血气已合 容畏已通 这就是讲 行而上的东西 它有行而下的物质基础 这种物质基础呢 一个是血 我们知道 婴儿在 胎儿在 母体里面 他靠一个期待 母亲的气血 在滋养他 这个血呢 有两个 一个是 我们指 在脉瓜里面流动的 红色的 红色的 叫动脉血 紫色的 紫色的 静脉血 这是血 它是在封闭的腔道里流动的 这叫血 那什么叫气呢 气是不是在 不受约束的 气没有什么管道腔道去约束的 它是迷散在整个身体里面 包括可以穿越到细胞血管里面 它是这个状态 所以呢 我们中国人创造一个概念叫血和气 这个血呢 我们一般讲叫饮血 就是有营养的那个血 所谓气呢 我们叫胃气 保卫的胃 这个饮血和 为什么叫以合呢 合是不同 正因为他们不同 才谈到了合 一个是物质的 一个是无形的 物质的叫血 无形的叫气 他们两个人相处的 处于一种 我们叫合的那个状态 是身体健康的一个状态 这是第一点 能再解释一下吗 什么叫他们两个处在一种相合的状态呢 举这么个例子吧 他们俩不合呢 是这么个状态 你比如说 我很多人手冰凉 手冰凉一摸上去是凉的 但是这个人皮肤颜色不变 这叫什么 这有血无气 这叫血是通的 对对对 气过不来 对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 一伸出手就跟那个 发紫发红发青 有的人还长洞窗 摸上去又冰凉 这叫什么 气血都不通 这叫气血不合 那有没有通气不通血的呢 通气不通血的人就是什么人 你问的还真好 阴虚火旺的人 就血熬干了 但是空烧就好像 火上锅 锅里没水了 但底下火苗还烧着 这种人是什么 手上在冒气 五辛烦热 自个就恨不得找墙啊 找那个什么凉的地方 没血光有气 气血不合 正常人气血是什么 一摸上手 温温暖暖 一看这血管 鼓鼓当当的 人一病了 这血管是瘪的 是吗 血管里面没有气 它就不属于那种 不聪颖 而且没弹性 这叫气血已合 很多人是 他手凉啊 有人就在这个 关节以下是凉的 有些人是指尖发凉 有些人是长指关节以下凉 有些人是手腕 手肘 还有人就是 内关外关 这两个穴位下凉 为什么叫关呢 就是我最后到防线 就好像居庸关一样 居庸关一破 崇祯皇帝只能去上吊 这个被突破了 如果量到肘 不好吃 量到肘就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有时候一摸 把这个人手肘一掌 或者膝盖一凉 其实呢 的确是一个问题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期待着下一期的国学堂 再和大家分享 何谓血气以和 这四个字告诉我们 不孕正去走志 对吧 不孕正 一言以蔽之 血气不合 吵架以后反而有时候能出院 两口子先吵一架 然后再打一架 中医里 怎样的大夫 才是最高境界 调神的大夫 国学堂 皇帝内经之天年系列 梁东对话习文斌 聊聊何以成人 何者为时 第4章 对瑞兰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